OK了嗎? 好 抱歉,可以拿高一點 我拿高一點,好 OK 謝謝 謝謝 OK 我們答正了,都可以開始看看 大家手頭都有新聞稿 OK 好,麻煩 坐下,好 各位傳媒的朋友,大家好,早晨 今天我們準備發布一份 關於應對共享經濟建議書的一個進行這個記招 我先介紹一下我身邊兩位同事先 我自己本身就是民建立法會員周浩鼎 也是經濟事務的發言人 我身邊就是杜楚琦先生 他是我的經濟事務的副發言人 另外,葉俊遠律師呢 他也是我的副發言人 但他同時間也是民建聯屯門的社區主任 現在,我們稍後三個人都會就今天我們發布的這個建議書裡面 有些內容跟大家做一些解說 或者我們都長話短說了,很簡單的開始講就是 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共享經濟呢 近年在全世界都比較盛行 但是呢,我也都看到呢,就是隨著它越來越盛行的時候呢 目前我們見到在香港的情況呢 就是基本上政府呢,是沒有什麼措施 或者沒有一套完整的政策呢 去應對這件事情的 那導致到呢,是出現了一些的問題 包括最近我們見到 共享單車,go beat bike呢 在這個星期剛剛宣布了呢 是會清盤 那這個共享單車呢 我視之為呢 是開了一個比較壞的例子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呢 自從引入了之後呢 我們見到很多的單車呢 在全香港各區呢 是亂共拍 搞到呢,基本上是神僧鬼厭 慘不忍導的亂拍車的情況呢 是出現了 那其實呢,這件事情是正正反映了呢 政府在引入這一種這樣的營運模式的商業運作之前呢 它完全是沒有一個通盤的考慮 包括怎樣的措施去規管啦 應對啦等等的 導致到呢 我們在社區裡面甚至看到呢 就是當共享單車來了之後 那些單車亂共拍 叫政府去做執法呢 它又跟你說這些應該是私人的事宜 那變出來講呢 就出現了一個踢球的情況了 其實這種情況呢 我們認為是 我認為是不能夠接受的 也都呢 某程度上變成政府呢 好像是給了些東西進來之後呢 就坐視不利 所以這個呢 我認為視之為一個壞的例子 我們看了有鑑於如此呢 我們這次在發表這一份的共享經濟的建議書裡面呢 我們有一些的應對的想法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就 如果從頭說起呢 我們就應該說回究竟 對於共享經濟的定義是什麼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 綜合研究一些其他地區和國家的經驗呢 就得出了一些小小的結論的 首先呢 就是呢 這個的共享經濟裡面呢 可能是牽涉到呢 是暫時的使用權呢 取代那個擁有權 那另外呢 就是服務和產品提供者呢 是會牽涉到一些 有機會牽涉到一些 有機會牽涉到一些金錢的交易 那麼這個也是很普遍的 那但是還有一點呢 我特別要跟大家講的 這個我相信是 我認為是今天這個的 共享經濟我們定義裡面 我們認為是一個重點來的 就是我們認為呢 共享經濟應該是主要集中 是處理閒置的資源 閒置資源這個字非常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呢 如果追本索元來講呢 這個共享經濟最原先的概念 只是因為社會上面 大家各自有一些的資源 不想浪費了它 將這些閒置資源呢 可以開放 然後讓大家呢 都一起去共用 那達至到促進一個經濟效益的 那好了 大家如果問閒置資源的情況 那很老實講啦 如果你說有些公司 它直接去買了一些的資產回來 只是拿來做租任 其實坦白講呢 我覺得這一種呢 不是真正的共享經濟 它只是打著共享經濟的名號 但是呢 其實實質上呢 它只不過是一個 一般的商業運作 謀利模式 那我呢 講得很清楚 日後呢 如果政府呢 它要處理共享經濟呢 它必須要在這個定義上搞清楚 那至於呢 我們這次民建聯呢 就有大概有13個措施的建議給政府呢 是將來怎樣處理這些共享經濟的 首先呢 我們認為呢 如果你要引入任何的共享經濟行業之前 你必須要做了我們現在講的這些措施 包括什麼呢 就是成立一個共享經濟的委員會 這個呢 在其他國家都有相應的做法的 例如英國都有 sharing economy 那主要呢 就是作為透過這個共享經濟委員會呢 去統合統籌 研究那個行業的生態 考慮怎樣去處理認證的制度 即所謂我們講的法牌認證的制度 怎樣去規管 那個行業有沒有符合那個共享經濟的定義 包括日後有些紀律的處分等等 都應該在那個委員會裡面呢 都可以要研究去處理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其中一種的 或者一籃子的一些措施 我們認為要去做的 那就是說呢 政府呢 是必須要 如果他想引入任何所謂的共享經濟呢 他必須要做了這些措施先 去通盤的考慮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的措施的 那我不如交給我的同事啊 杜楚琦和葉俊遠律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柳先生 我們今天會講幾個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項 政府最應該做的 首先呢 就是可以推行一些視點計劃 可以效法到英國 英國呢 其實就是在它的利滋市呢 就定位為一個發展共享交通為主的 而在大曼斯斯特地區呢 也都是定位為發展一個醫療和社會保險的共享項目 那麼香港都可以是一樣 可以在不同的地區和層面推行一些視點的計劃 那或者譬如好像香港可以在選擇 十八區某一個區做一些共享經濟的計劃 可以去評估不同類型的共享經濟的實際的運作效益和影響 可以去方便以後作出規管 另外呢就是 就是必須要是完善共享經濟相關的保險產品 其實目前呢 很多共享經濟的業務呢 都沒有相應的保險產品的 那麼其實香港也都是呢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早前香港都發生了一些交通意外 是和這個共享經濟有關的 那麼事主 無論是這個服務的提供者 和這個乘客 和享用者呢 都是得不到相應的保障 那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經濟困難 那所以呢 政府和業界呢 可以效法 英國和內地的相關的做法 在相關的共享企業得到 有效的認證的情況之下呢 協助那些共享經濟的提供者 和保險業界去達成一些保險的契約 推動保險業界 為那些共享經濟 產業提供 合適和有效的保障 以保障 無論是服務提供者 一定是顧客的安全 嗯 好 那就請葉律師 葉律師呢 會和我們講講 分享一下一些措施 還有他亦都講講 因為他是屯門的社區 我都請他講講 屯門那個 共享單車那個 有些情況 麻煩 是 沒錯 由於周浩鼎議員剛剛所講過 就是呢 其實呢 在這個引入共享經濟的一些項目的時候 的前期工作是非常之重要 特別一些的委員會 或者一些認證呢 我們認為是非常之重要 還有做回相關前期的規劃也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在新界 特別在屯門元朗區 那個的 共享單車的問題呢 是非常之嚴重的 導致到一個呢 社區的問題 那麼的而且確 政府去鼓勵市民 去善用單車代步 這一件事呢 我們都是認同的 不過 在欠缺規劃和呢 設備未完善之前 是不是貿貿然給他們 以一個普通 那種謀利的私人公司 引入這一種 共享經濟的項目 而在法規也未完善下 就讓他們做這些項目 引來社區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 那麼簡單就讓他們開始來做呢 這個的前期功夫 明顯地政府是沒有做足的 現在在屯門區來說 阻階、亂拍、遺拍這些問題呢 嚴重 你去到屯門元朗的話 通家你都會見到這些單車 的而且確 這些單車可能是方便市民代步 但是 這些的私人牟利機構呢 就藉著共享的名義 就佔用了其他道路使用者 的使用道路 行人路 或者是公用單車拍位的一些權利 所以我們都收到很多市民 居民的投訴 特別是一些現時 在新界區 某一些地方 屋苑的公用單車拍位 不足的情況下 就被這些共享單車 長期佔據 和大數目地佔據了 令到那些居民 使用不到公眾的單車拍位 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社區問題 周英議員剛才都說過 其中一間的共享單車公司 就會在這個星期結業 我們都非常關注 那個退款的問題 的確那個公司是會承諾 去退還這個按金 但是另一個問題就是 餘額和餘下的充值款項 那些公司是不會退還 我們都非常之關注 和擔心日後這些私人機構 以共享之名 再要求使用者去存款 而如何保障他們的情況 我們都會非常之關注 所以政府一定要做足前期的工作 才好讓他們引入這些 共享經濟的項目 其實如果政府認為這些 共享經濟項目 對於整個社會是有利的話 我們也都希望政府 可以效法外國的一些措施 就是在政府進行相關採購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這些共享經濟的項目 從而可以一起以一個比較低的價格 可以吸納政府需要使用的採購項目 從而也可以減低政府的營運成本和開支 好,謝謝葉律師 剛剛葉律師提到 之前我都說過 因為它現在是清盤 所以它清盤的情況 要提醒消費者用戶 它的餘額追討 在清盤的情況來說 因為這些普通用戶 它是所謂我們叫unsecure creditor 即是這些沒有抵押的一些債權人 在這個清盤過程來說 它的優質排得很低 所以很大機會可能都追不到 但是剛剛葉律師點出了這個問題 是很正確的 我想這件事真的要通盤大家思考 我想我們大概就講到這裡 我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 是的 首先,為什麼你認為你覺得 GobiBike是一個很正常的例子 在當中的政府的負責責任 因為之前 他們提出的GobiBike 或是在香港的負責責任 他們還沒有決定 一個公式的方式 或許多方式 或許多方式 這類似的事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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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是其他公式的理想法 即使第一名 兩者 elsewhere 所以 我就會見這些大問題 所以 so I think with hindsight I hope the government could learn a lesson from the Gobi Bay incident How is it important? You also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set up a committee on shared economy What does it involve and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have a committee in place? Well I think the so called sharing economy commission proposed by us There is a need because if we decide whether or how or what sort of sharing economy to be introduced in Hong Kong There should be a commission in Hong Kong which has the authority to sort of figure out what sort of policies or measures or comprehensive mechanisms to decide who will be granted license to run the business And also we see the problem from the Gobi Ba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happen because there is no such sort of commission to decide the measures or policy to deal with them So that is why we face the Gobi Bay incident right now So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a lesson And in the future I think going forward There should be a sharing economy commission which would decide the comprehensive policy and measures and time mechanisms to deal with the sharing economy So I think 剛才你提到 Do you want to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d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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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社會是不是有出現了一些例如怎樣的公事 如果我們暫時看的例子就用共享單車來講 我們已經看到共享單車的問題 主要是出現在社區上面的那些車亂共拍 其實那個所謂的亂共拍 以我們的經驗都是見到 很多時候我們跟政府說 你們要處理這些違拍單車 但是政府會踢球 他們會說其實我們這件事又很牽涉到私人企業的運作 或者是哪樣的 我就覺得這樣是推波的 其實就不應該 其實政府應該明確 你批准它或者你引入它來之前 是不是應該跟它講清楚 你有了一套的措施去處理這些違拍的情況 或者你應該要求它你要處理好這些違拍的情況 你不是讓顧客用互亂這麼拍的 我們就見到它沒有做 所以你說這些所謂的亡羊保勞的措施 如果這一刻我單是用這個共享單車去講 我可以這樣解釋給你聽 另外第二個問題你說那個所謂偽共享 這個我也想講一點點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所謂的偽共享 正正就是我所講的那些 根本就不符合我們講的定義 我們剛才講的定義大家聽到就是 很明顯我們講應該是處理閒置的資源的 就是說例如說你個人有些資產 或者有些東西你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那你很老實講你不是24小時都將你所有的東西都分享給人的 是不是 那你很簡單的如果你反過來 現在的所謂的偽共享的情況是甚麼呢 我不開名了 如果你說有些公司它基本上 它買一個單位回來就這樣放租 它完全就是這樣去做的 那你跟普通的商業模式有甚麼分別呢 但是你又跟人家說你是一個所謂的共享經濟 那其實這些就是偽共享經濟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將來 如果真的有得成立這個共享經濟委員會 我覺得就要將這些定義搞清楚 還有你決定哪些是可以 就是透過機制可以有發牌去給它做呢 都要搞清楚究竟它是不是偽共享經濟 如果它打著這個旗號 其實根本就是一般的商業營運 你在騙人的 你不是真的一個捉進共享經濟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些要分清楚 還有特別要小心 是 請問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剛剛講到說 如果買東西回來再拿出去就 造任 那就不算是限制的物品 那我想問一下現在 共享單車的公司 他們都是買一些單車回來 去做這個借入服務 那他們其實是不是都算太偽共享經濟 如果在我的定義底下 我根本不認為它是共享經濟 它根本就是買一堆單車回來租入 其實它也都很老實講 如果你說真的講閒置資源的這個東西 其實是講自己用戶和用戶之間那種的sharing 或者我透過我自己的一些閒置資源 去給你作為租入 但是其實你問得很好的 如果你說純粹用我的定義去定義 我根本認為現在那隻共享單車 就不是真正的共享經濟 所以這一點都要講清楚的 其實都 如果未來那些單車公司 就繼續做這個共享單車服務 但是如果政府真的排除了他們 不是共享經濟的話 那反而可以怎樣規管 其實如果它不用共享經濟的模式去規管 它自己就算本身 你當是一間普通單車公司 那些租入公司 你都應該要對它有些執法規管 它不能夠容許那些人亂拍 或者它有個責任去拿回那些單車回來 不是亂拍的 其實這個就算 坦白講 這個就算它是不是共享經濟 或者就算你問得很對的就是 它根本不是共享經濟 它只不過打個旗號叫共享經濟 但其實不是的 那你老實講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要規管的 都要求它做好單車的那個處理 是嗎 我想問一下蔡先生 屯門區的拍車 葉先生 葉先生 屯門和元朗區的亂拍車的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你去屯門看看的話 其實很多的行人路 就是不是在單車徑上面 是有很多的行人路 都是有單車就這樣砍在地上的 它還不是很整齊地放在一起 是亂按擺 導致部分已經非常之客窄的行人路 就阻礙了行人去使用 那部分的單車更加可能在屯門河出現 阻塞了河道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亂拍、圍拍、左階 這個是非常之一個嚴重的社區問題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長期佔用一些公眾使用的單車位 其實在屯門隨處可見 很多的屋苑或者是地區、小社區 是不夠這個停泊單車的位置的 但是很多居民跟我們說 有一些共享單車公司 用大量的車 泊在那個位置 令到他們完全使用不到 那些公眾泊單車的位置 導致他們也都要在其他圍欄 或者欄杆那裡做圍拍 然後被人收了單車的時候 他們當然就感到十分之不滿 所以這一個問題 政府也要正視 好 你現在所謂你覺得 不是共享經濟的公享單車 就是要撤出香港 那會不會影響 可能一些人會對香港發展 這個共享經濟的一些 其他企業的信心 或者你覺得 現在香港是否適合 發展這個共享經濟呢 我們都表明得很清楚的 對於那個世界的大的趨勢 我們是留意到的 關於共享經濟 但是我們都要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可以亂來 就是我們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發展的過程 我們怎樣處理共享經濟 我們可以吸取其他地區的一些經驗 這次我們建議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那13個措施 包括重點來說 成立一些共享經濟的委員會 由它去主導去設計 去決定哪些行業可以 就是你引入 然後如果你引入 又有怎樣的認證制度 怎樣規管 就是這些是我認為 是應該全套地去處理 我們不是說關門 不讓任何的共享經濟來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 但是我們認為呢 就是在進來之前 或者它要來去營運之前 你必須要有一個通盤的處理方式去處理 畢竟呢 這個共享經濟 也都是在世界上一種新型的一個安排 那我覺得呢 其實對於我們有時候 有些傳統的法例啊 法規啊等等呢 其實都應該 是因應我們將來 共享經濟委員會的設立之後呢 那個行業的研究啊 認證的制度啊 規管模式呢 有機會會有別於 有些傳統行業的分別 不過 我們最起碼一個要求就是 就是不能夠沒有任何規管 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 隨隨便就說 喂 這樣可以做給你做 然後又完全沒有一個應對 那結果就是 共享單車這個情況出現了 就是這樣而已 是否覺得香港有哪些 還是可以適合發展做共享業的 我呢 因為有些公司呢 我就不想點名字或者各樣 因為這個都不是很適合的 但是我只能夠說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觀察其他的地區 例如說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我們知道英國 比如說 可能是有些所謂的 拍車位共享 我們有聽過的 那可能比如說這些 舉個例子 不一定是 我都是那句 如果將來有這種運作模式 都要 我們都要經過這一套措施去處理 那這種情況 可能是一些外國我們見到的東西 不過我都是再三強調那件事情 在別人的地方處理到 或者別人的地方做到 都要看清楚 經過我們這個機制 去自己政府認真審視 究竟在香港是不是都一樣 同樣適合 同樣是不是一樣可以在香港 可以運作到 和一樣達到效益 千萬不要 有時候的事情 我們經常都說 在別人那裡可能做到 但是來到香港就水土不服 這個大家都不想見到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這個我們要講清楚 是 都想問一下 就是 見到現在香港其實有些共享經濟的運動模式 就是可能提供一個平台 就不同的人 就把自己的限制物品 賣上去做一個租人 那其實會不會 如果說 立入稅網的話 那其實會不會 令到那個共享經濟更加難營運呢 就是 身為全國人 就分擔回稅行的成本呢 就是不會令到共享經濟更加難營運呢 嗯 其實呢 任何的模式 包括你剛才說的那個 如果你說 按照我們現在 今天那個建議 我們都說 應該有套機制去處理它的 首先你確認了這個 是一個共享經濟的模式 是符合定義的 然後你按照一個認證制度 讓它做這個平台 那如果這些東西 都全部符合了的時候 那我們下一步 我都要問回頭的 因為如果你都確立了它 是可以給它 是合法地 也是可以合理地去營運的 那老實說 其實它那個所謂的收稅的模式 也都是確立它的一個地位來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反過來這樣想 不過當然 我們意思說呢 就是說所有的 我都是再三重申 就算你剛才提的例子 或者其他的例子 我剛才講都好 無論如何 是必須應該經過未來 假設政府 如果真的有共享經濟委員會 再設立整套的整體經濟 去審視這些究竟 是不是真的屬於共享經濟 是可以讓它這樣做的 是這樣的意思 好 你講 你會透過什麼方法 去爭取成立這個共享經濟運動 我想呢 隨後呢 我們都可以跟政府 因為施政報告都會 即將來會不久 將來會制定 我們都會有機會 會見到行政長官 我想我們都可以 將我們今天的 關於一些共享經濟的想法 或者建議的措施 等等 都可以跟他反映 可以一拼在施政報告裡面 作出一些提述的要求 就是這樣 是 我想我們有時候呢 又反過來 我們都要講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打破我們過去的舊有思維 當然因為 就算你說共享經濟 都是屬於一些新的東西 OK 可能我們見到 一些傳統的模式 未必一定處理到他們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不去完全用一些創新的模式去規管 去監管 又處理不到 所以我估計我們都要放開思維去看這件事 所以我想估計都是 我們將這個想法 可以表達給政府聽 他們都再細心些去研究 好 那大家如果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呢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差不多了 還不需要再有任何想要補 不需要 OK 剛才拍了OK 好 那就麻煩你們了 麻煩… 。 就有任何我想。 就有甚麼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